假如你死了 前三个小时 亲人会哭天抢地 痛苦欲生 一天后 朋友们无需直到的消息 感到吃惊唏嘘 人缘好一点的 有几个人会流泪难过 三天后 伤识办完 亲人们也疲异不堪 但提起你 还是悲伤叹息 自情面容憔悴 广告更是 一周后 你的身上 亲为朋友的谈指 有人感慨 天度应财 有人开心 人生管转 有人载聚会举杯时 想起你的好 当年的别人 在幸灾乐祸 一个月后 朋友们渐渐把你遗忘 回归到各自生活 会偶尔谈起你 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半年后 除了亲人 你也不再被人谈起 你的亲人 也恢复了正常生活 除了感到畅言所实外 一切无常 一年后 我们也彻底消失在话题里 大部分人 把你的电话 微信等联系方式 都删除了 你的亲人 会在记忆里 为你扫目 稍指说话 一年一次 或怎么一年两次 三年后 你是每年亲人 在特定意识的仪式场 所以 死生不长 叶太教证 没人为你停留一辈子 也没人会永远 把你放写上 珍惜自己 一笑 现在应征吃饭和睡觉 好好活着 我看你会想起来 三年后 我看你会想起来